在2034年,CELN成功開發時代替Machine開啟了 然後TITAR自身從2036年開始了 彭麗琪必起了眼睛再度陷入思考 会把整个地球吞噬的诶 假说 什么东西被投稿到动画上面 由美国企业提供的网路上动画共享服务 哦 这个是访YouTube是不是 哦 YouTube哦 哦 我懂了 Titer的予言は知らんけど MiuTuberで問題の動画見たことある 23年前に話題になってたよな 看过那个动画 什么动画 以CG模拟出LHC实验造 制造出来的迷你黑洞 将整个地球吞噬的动画 被上传到 Miu Miu Miu2以后 在世界上引起非常大的回响 Black Hole内部は 尽情じゃない重力なの そこ通りは 確かに時間移動は可能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生身の人間が通り抜けられるわけがない 不可能通過那里だ だからゼリーマン化している というべきだろ ゼリーマンどころか 素粒子レベルまで分解される それがブラックホール どんな変更大 いつもそうができないわけだろ どんなふうに いや 彼らは 人の状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それがブラックホール でも ご厭分解される してもう一度 分解する 人の状 理解する うーん までепil 我們沒腦的繼續前進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阻止達魯了 雖然一開始我要他這麼做的 但事情至此已經有點超出惡搞的境界了 原來你一直都在惡搞 一直都在惡搞 但是 我無法否認我心中有一股 不可遏制的耗磁心正在 正蠢動著 時光機在這個現實中 正被開發者 且正漸漸趨近完成 想親眼見證此事的 慾望又 又或者我 我又怎麼能阻止達魯呢 有了 有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一點防禦力都沒有欸 哈哈哈哈 那應該幾乎 很多駭客都知道這個內容喔 不然 怎麼可能只有你是世界上第一的駭客嗎 哈哈哈 DAR 最可靠的右手 super hacker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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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世界第一 有可能 紅利奇的眼睛跟著文字左右的移動 對於我們依而再再而三的要求 他並沒有特別感到厭煩的樣子 我想紅利奇本身也無法壓抑住他的好奇心吧 怎麼了 怎麼了 有這麼神奇嗎 這張圖有這麼神奇嗎 這張圖有這麼神奇嗎 怎麼了 怎麼了 對啊 上面寫什麼 套入陷阱 終於有意味了 唉唷 跟約翰提出提到的理論幾乎一樣 雜説一下 LHC 用力量高速的 99.9999991% 加速 正面衝突 什麼東西 加速到 光速 趨近於光速嘛 把粒子加速到趨近於光速之後 讓他們正面衝撞 10-24kg的質量 10-19m 10-20m 那種很狠的範圍 壓縮 壓縮 能夠把這麼小的質量 壓縮到這麼小的空間內喔 嗯 日本語的OK 三行 哈哈哈哈哈哈 講中文可以嗎 克里斯提納 很窄的地方 把很小的東西壓縮到很窄的地方 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很小的質量 很小的質量 噢 有有有 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你們剛剛也有聽懂嘛 噢 噢 這個說明太過 太過簡略了吧 就是把一個很 很小的東西 塞到一個很小的空間 硬塞過去 噢 三行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那個説明太太厭了 噢 未免太十八進了吧 Joco 噢 太十八進 哪裡十八進啊 好像有一點 蛤 蛤 你這樣講我們才往那邊思考 噢 噢 達魯你果然是 嘖 一等強人 嗯 嗯 蛤 哎呦哎呦 紅利七竟然也聽得懂 嘖 高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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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e 哈 你剛才講說 把很小的東西 把很小的東西塞到 硬塞進去 硬塞進去啊 把粒子壓縮的事情 什麼東西 會發生奇異點 Mikro特異點? Mini Black Hole? 不是像黑洞 黑洞中心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有兩個奇異點的黑洞 像是一個人頭上有兩個法窩一樣嗎? 雙漩窩 這算什麼啊 擬人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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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擬人化什麼東西啊 還真的可以 擬人化 小吉跟小偉兩個人 還是姐妹欸哈哈 還是雙胞胎姐妹欸哈哈 什麼啊 他們給我們 給予他們的電子就能自由的操縱他們 超好笑 這是 用電流進行拷問 太好笑了 進行超高速的旋轉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 變成魔法少女 環狀奇異點 變成魔法少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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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用卡數的戲 是指在變成 英雄或魔法少女戲 戲的卡通作品中 出現的變成場景 尤其是演出 由於在電視卡通中 變成場景幾乎每次都會出現 因此基本上 會 該場景 派一 一名作畫監製人 由卡通本篇 另行作業 專門做這個部分 有時候會因為他的 他是與別的部分 獨立製作 造成該部分的品質 比故事略高一些 這叫兼用卡 庫洛魔法使 沒錯這個有 還有美少女戰士 什麼 什麼 一大堆卡通幾乎都有 魔法少女小圓 這些應該都有 是說 這個超級哈卡跟這位助手 好像蠻合得來的欸 真的 唉呦 就出現效果了 他們會旋轉 他們會旋轉 唉呦 喔 在他們的軌道中進行旋轉 普通的黑洞 普通的黑洞 是超質量 有的重力崩壞 有的中心點 有的 在那裡 有很多東西 掉了 喔 那就是 點 所以 沒有轉 就沒有什麼 說 旋轉 不旋轉 喔 所以黑洞只是一個點 所以沒有旋轉 不旋轉 是這樣子喔 心臟就會在他們體力進行環狀旋轉 什麼東西啊 忽然很驚慫 真的 對啊 為什麼不能證明 事 事 事件 什麼 事件 世界 這個字好難 這個好難念喔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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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被稱為 史瓦西面 一個無法執行任何 資訊傳達 境界的線 一般來說 資訊的傳達 必須有 光 及 電磁波 才能被執行 但黑洞的中心部分 由於有著非常 非常 強的重力 就連光也都無法 脫離 它的影響 造成這個無法傳達任何資訊的現象發生 此時所產生的界限 即為事件事件 所有發生的事件事件內的事情 它的任何情報都是無法從事件事件外觀測到的 由於沒有任何光可以從它的影響逃脫 因此黑洞中心看起來 呃 看起來會是黑的 因為光射不出來 所以就是黑的 原來如此 所以才叫黑洞 在這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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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時間和空間的役割 進去 嗯 時間和空間的役割 進去 時間和空間的役割 不可能 而 時間和空間的役割 完全無法想像是什麼世界 時間可以自由移動 可是空間不行 唉唷 我們現在是時間不能自由移動 可是空間可以 是這樣的 空間的移動不可能 所以 不能再脫出 MING PAO CANADA